今天在座的各位有些不是太熟悉啊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他就是光明区的区长孙连成 请大家回头看一眼 本期算是人民的名义翻外篇 不了敏感话题 不了现实主义 重点只有一个 那就是宇宙区长孙连成 喜欢看星星 看看吧 这院片是没了吧 在这部剧中 你认为孙连成是个什么样的官 我们从剧情上来看 是他懒正不作为 让改革窗口都推散阻止 还故意装傻 结果被撤职 可如果让剧中的人物 以清廉奉公为指标排序的话 我个人认为 除了三月经一学习 第三位就应该是孙连成 先不要着急反驳 接下来就是本期的主题 那就是孙连成说的 你让我们怎么作为 到底是什么意思 孙连成作为荆州市光明区区长 第一次出现 是在丁应征出逃之后 丁应征是光明区区委书记 李达康的心腹 结果贪污腐败 现在出逃美国 在这个关键的时期 也是最令李达康头疼的时候 却找来这两个人 其实用意再明显不过 从那一开始 就算是定下了基调 这两个人就是背锅侠 也可以说是李达康 为了政绩不择手段的白手套 按照常理来说 荆州市为副省级城市 也是汉东省的省会城市 出现这么大的腐败问题 李达康应该叫上市长 或者是市委副书记 一起来商讨 只不过这些职位 都被李达康架空了 也就是之前 他大搞的一言堂 所以在剧中 什么市长市委副书记 这些二把手三把手 记得在后面开会的时候 出现过 也没什么名分 因为李达康根本就不想 给这些人实权 好了回过头再来看 李达康出现危机之后 半夜里找来这两个人 可不是随便找的 这两位就是他未来 要培养的替身 先简单说说张树立 张树立 纪别书记 辞职 他是剧中比较憋屈的人物之一 可恨又可怜 因为只要他想在京都市任职 还是纪委书记这么重要的职务 就必须要听李达康的话 否则别想混下去 汉东省的腐败可谓是人尽皆知 如果张树立是个客进直属的干部 那光明区280亿的项目 根本就无法落地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还记不记得王大陆说过一句话 中国的企业家不是在监狱里 就是在走向监狱的路上 李达康想要留下这几百亿的项目 就必须有个愿意开绿灯的纪委书记 因为这些商人都是无力不欺找 想查的话没有一个是干净的 虽说我们唾弃这种官商购结的行为 可换位思考的话 如果我们是投资商 不让好社会主义的羊毛 或者说得不到政府的优惠政策 也不会来投资的 这里你们的暗箱操作并不稀奇 也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 只是不能摆在桌面上罢了 而关于这一点 李达康清楚得很 但他为了荆州市的发展 还必须默许这种行为 可是如果这些弯弯绕绕 小混小会传到他耳朵里 作为荆州市一把手还不能不管 只是管得严了 就会吓跑投资商 管得松了 出现问题 自己也有责任 干脆就不知道 万一真出事了 就说下面人没汇报 而没汇报不能只是说说 谁能证明需要具体到个人 那张树立再合适不过 他也很称职 所有那些李达康不想听的话 他都给过滤了 你要跟我说什么 说 算了 不说了 李书记 你指示 而此刻李达康责怪张树立 不汇报 其实就是在敲打 告诉他 以后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你给我听清楚了 算了 不说了 李书记 你指示 这就跟赵本山那个不差钱的小品 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旦问到贵的菜 就说没有呗 那普通的菜就可以有 不过 有混乱的时候 会出现 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 这时候的张树立 就是这个懵逼状态 这就是李达康想要达成的政治默契 这种情况后面还出现过一次 那就是欧阳经被抓之后 李达康为了报复汉大帮 想把学外与小能手陈经拳给抓了 结果在此之前开会的时候 被当时政法委书记孙海平怼的是哑口无言 人家的意思是 你之前是这么说的 不能抓 否则就是打破平衡 现在又说什么党纪国法 那高月亮那边怎么交代 孙海平提起这件事让李达康下不来台 其实对方说的那些巡视王法的勾当他都知道 所以这时候就该张树立上来堵枪眼了 说白了就是要声明 这些事我毫不知情 跟我没有关系 是张树立明明接到的举报却不告诉我 现在有人向我汇报了 那我就要办他 而且还要点名张树立作为纪委书记严重失职 所以他此刻的脸色才会非常难看 张树立最后的下场我们都知道 被沙瑞金给撤掉了 然后派上了医学习担任纪委书记 负责监督李达康 结果医学习一上来就吓跑了大半的投资商 两人为此还大吵了一架 这个不是我们要说的重点 回头再看孙莲成 他跟张树立可不一样 张树立是多年替李达康做事老人了 而孙莲成是从丁一针逃走之后顺位上来的 我敢说在此之前 在光明峰项目没出事之前 他连李达康的办公室都很少来 因为丁一针才是他的心腹 而且把控着光明区的命脉 是光明区拥有绝对权力的一把手 孙莲成虽然是区长 但也是被架空的状态 所以每天只能混日子看星星 即使是想做事 也是英雄无用无之地 那就看丁一针架空权力 搞一言堂这些戏码 是不是跟李达康非常相像 他为什么倒是说是李达康的化身 就是这么来的 现在得力干将出逃 李达康想培养第二个定义针 才把孙莲成叫到这里来 可要注意的是 孙莲成现在不知道李达康的为人 就跟当我们第一次见到李达康的时候 也都以为他是坚守底线的好官 只是霸道了一点 现在孙莲成对李达康的了解 就跟我们观众是一样的 不过即便如此 孙莲成想不想得到这次机会呢 非常想 而且他也有这个能力 但有恶情的条件 必须坚持原则 坚持党性 按照规章制度办事 绝不越界 而李达康是那样的人吗 当然不是 我们接下来看到了 江氏孙莲成的真心和诚意 他特想挤进秘书帮的圈子 成为李达康的左膀右臂 而且处处为对方着想 非常用心 当时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 都以为孙莲成又神游去了 脑子早已飘到了外太空宇宙三界之外 觉得孙莲成挺搞笑的 其实人家并没有开小猜 注意他接下来说的话 孙莲成想的问题比这更加复杂 刚才肯定是在琢磨这件蹊跷的事 他是在从大局出发 思考汉大帮那边的动向 而且说了个咱们 他知道咱们现在已经很被动了 从这就能看出来 孙莲成并没把自己当外人 高梁书记的心思永远摸不透 真不知道 这次半夜会议之后 李达康再次商讨丁一针的事 还是约见了他们两个 孙莲成先入为主 继续替自己人说话 显然他已经将自己 归纳到了李达康的阵营 而且这是他想进一步的唯一途径 因为现在汉东城的局面 就是三足鼎立 秘书帮 汉大帮 还有沙甲帮 高月亮不可能要他 沙月金更是高攀不起 想往上爬 也只能是李达康这根绳子 如果我们换位思考 站在孙莲成的角度上 怎么才能更进一步呢 恐怕也只有得到 李达康的赏识和提拔 不然这辈子就很难再出头了 所以拜祷在李达康的脚下 这没错 但谁也没想到 后面竟然反转了 孙莲成原来是个讲原则的干部 而李达康是个 只会爱惜自己羽毛的政客 丁一针的办公室和家里 没搜出什么 除了一抽屉不值钱的 各工程项目的纪念表之外 没查出什么重要的赃款赃物 这些投资商有什么态度 把我们的政策 重新跟他们说了没有 都说清楚了 坦白自首从宽 凡是被丁一针所会的 只要主动说清楚 一律不予追究 但是也真奇怪了 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投资商承认 向丁一针行过会 要按照他们的说法 这个丁一针 简直成了廉政模范了 此时三个人的谈话中 我们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反贪局 没有抓到丁一针贪污的证据 这一点是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所以胡亮平那边 才要千方百计的 去美国抓丁一针 这个证据 只能从他的嘴里撬出来 否则无法定性这起贪腐事件 换句话说就是 在丁一针没被抓之前 这些他许诺过的卖地政策 暂时都是合法的 这个关键点 孙连城他听了是一清二楚 我们也要记住这个关键点 后面还会再提及 接下来 李达康跟郭耀勤了解完情况之后 就任命孙连城为光明区项目的总指挥 到这时候 孙连城认为自己马上就能放开手脚 大干一场了 可是有个问题 那就是这个总指挥只是职务不是职位 意思就是光做事并不是提拔 孙连城还是区长官职原地不动 但总指挥要是做不好 是要承担责任的 李达康这么干 就是想让他光做事并不给他实在的利益 不过既是如此 孙连城也欣然接受 他认为这是个很好的兆头 接下来升任区位书记 这是时间问题 下面就到了强拆的环节 因为现场需要警察维持秩序 一直都是躁动来忙前忙后 而孙连城就在旁边站着 他是在等领导也给自己安排点任务 给点表现的机会 结果却被骂了一顿 还是之前我们说的 当初孙连城担任总指挥的时候 又是区位书记 早就把孙连城给架空了 这里面的事情他了解的非常少 现在李达康需要声音的人给他一个解释 然后再给群众一个交代 结果就把孙连城拿出来当替死鬼 可话又说回来 如果李达康不在线上发火 不骂孙连城 怎么能体现出来他多么重视这件事呢 又怎么能体现出有多么重视这些 被夺去股权的人民群众呢 所以做秀嘛 总要有人被牺牲 这又让我想起来 十年前青岛的一起事件 当时我刚毕业在黄岛工作 市区里燃气管道爆炸 引起全国很大的震动 结果就导致上任 仅有16天的副市长被撤职 好像还是一位女同志 她的委屈就跟这时候孙连城一样 如果患者是我们 其实心里也会感到憋屈 凭什么呢 但在官场 背锅这件事太常见了 但就是如此 孙连城依旧没有任何怨言 我们接着往下看 当陈延石出现之后 李达康要去现场 被赵局长拦下 说现场太危险了 可这时候被赵东来挡住的 还有孙连城 他也是神色紧张 眉头紧皱 用关切的眼神看着领导 不过这种镜头在拍摄的时候 正头戏是躁动来 所以把后面的孙连城给挡住了 其实他也是发着内心的关心李达康 这段重放一遍 我们把焦点放在不亲眼的孙连城身上 你就会发现他有多真诚 可见孙连城对李达康的忠心天地可见 那为什么李达康后来安排任务了 他却不干呢 之后孙连城跟着李达康熬了一夜 看起来脸色非常憔悴 无精打采的 感觉苍老了不少 皮肤看起来也暗淡了很多 这一点真是感同身手 前段时间我也天天熬夜 熬得我这脸不仅油腻暗沉 鼻子上的黑头也愈发严重 那这里就给大家推荐 我最近一直在用的 西文元成孔菌解烟录 平时感觉氨基酸解面洗不干净 又怕造肌刺激的 你就选它 清洁力加温和力一把 不仅能有效方展油皮控油 还贴心照顾了敏感肌 这里面是联合了 清华珠三角研究院 专门演出的 3比1比1氨基酸表活 能深入毛孔洗净 油脂无垢 同时双重专利的加持 也让它比普通的 氨基酸解面更加温和 洗起来很舒服 完全不刺激 洗完整个脸 有种舒缓透气的感觉 另外他们研究室致研的 专利超分子层孔菌 更是比普通层孔菌 高出了近6倍的控油力 能有效控油 从而改善 困扰我们的黑头问题 我自己用了一个多月 感觉这种琥珀凝露的 质地很特别 淡淡的草药味 闻起来也很健康 起泡速度很快不说 洗完后很长一段时间 感觉皮肤都很干净清爽 现在毛孔和黑头都变细了 感兴趣的 现在置顶就能领 大额约会券 两瓶金文露 到手只要100出头 能用很长一段时间了 性价比是真的香 各位有需要的兄弟们 赶紧试试 好了 我们继续来看顺炼层 既然他对李大康如此忠心 那为什么后来李大康 安排任务了 他却不干呢 转折点就在这次会议上 可能当时这一段 被我们忽略了 法律层面怎么界定 山水集团有安置义务 该集团接手的大丰股权 包含债权和债务 麻烦的是 大丰的蔡成功 和山水的高小琴 签订过一个补充合同 明确规定 山水集团不承担 股权转移后 安置工人的问题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呢 厂房跟土地都归了山水集团 为什么不安置 这估计这里面有混账 好好了解一下 彻底查清楚 一夜之后 新来的省委书记 沙瑞金出现 大大丰立大康 措手不及 他就更加迫切地 想甩掉大风场 这块烫手山鱼 不能给新来的一把手 留下不好的印象 可找来势力 最好的律师团队 也无法拿出一个 快速高效的解决办法 里面牵扯到的是 蔡成功个人的经济犯罪 山水集团撇得很干净 抓不到把柄 这里我们要明确的一点是 别管后面山水集团 有多么黑暗 这时候律师团队 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 是拿山水集团没办法的 他们还说这件事很蹊跷 需要从长计议 如果打官司 或者是取证的话 得需要时间 可李达康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 916事件就相当于手捧雷 他急切地想扔出去 但没人接招 于是就想到了 让政府先垫资 花钱消灾 缓解大风场员工的紧张情绪 工人安静下来了 陈彦时也就安静下来了 陈彦时安静下来 你就把杀水精稳住了 对李达康的态度 也会缓和过来 这一环扣一环的人际关系 李达康看得比谁都清楚 虽说他让政府电子 这样的做法不是万全之策 那也是缓兵之机 说实话 这招很聪明 可以看出来 李达康的政治觉悟 不是一般的高 因为大风场事件 已经迫在眉睫 马上就要引火烧身 李达康不得不这么做 我们从全局来看 好像他也没有那么着急 那是因为其中掺杂了 其他主角的戏份 就光说前十集 主要讲的是大风场的 116事件 但其中光胡亮平 想调来汉东省 求他老婆放人的戏份 就占了三级 如果我们把李达康 单独摘出来看 就会很明显的看出来 他已经等不了了 因为他必须尽快的 给新来的沙瑞金 一个交代 结果我们都知道 是财政和韦韦拿大头 光明区拿小头 凑齐了4500万 算是缓解了李达康的 燃眉之急 而且这个钱 还是孙炼城给出的主意呢 这时候又提到了 一个关键信息 光明区穷的 就连工资都发不起了 根本就没有钱 为后面的整改窗口 埋下伏笔 这时候还有个细节 李达康特意叮嘱了 法院那边 尽快解决这件事 就差点直说了 用点手段 可人家不理会 明确表明 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注意法院这边 回复的语气 可这还没完 当这4500万到位之后 郑熙波又改变主意了 说这个安置费先不领 拿钱买地再建新的大风厂 买地签厂 把这个大风厂再建起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长久的办法 李达康听到这个消息 瞬间懵逼 我们都知道 这块区域已经不再是工业用地了 而是房地产用地 那价格可不是差得一星半点 工业用地的价格 仅仅是住宅用地的10%左右 用4500万就像占着几亿的地皮 那怎么可能呢 可这时候当着陈延石的面 李达康不敢不答应 其实孙炼城明明也知道 看领导答应下来也就没再说话 不过后来 找他谈话时又说起地的事 也就从这时候开始 孙炼城终于看清了李达康的真正面目 起初孙炼城还只是认为 李达康独断专行了一点 做事雷厉风行大开大合 不过只要坚守底线 这位领导还是可以跟的 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 两人的对话就会明白 李达康想让孙炼城替自己摆平这件事 而孙炼城刚开始没听出来 这段挺有意思的 新商人的总指挥 我们还没有好好沟通过呢 李达康 我一直在等您找我谈话 可是您太忙了 林达康啊 光明峰项目 是我市的重点项目 总投资达到280个亿啊 上到央企下到我们省里边的 国有企业还有著名的民营企业 都纷纷投资 众目睽睽大家都在看着 尤其是在116事件之后 李输康 我明白 丁玉珍这小子 辜负了我跟世卫对他的期望 腐败掉了 跑美国去了 给我丢尽了脸 你可不能给我丢脸 李输康 我想你保证 连城 那咱们今天 你跟我 来一个君子协定 你总指挥出现了问题 我市委书记扶总 我去省委引咎辞职 但是你收弟弟的人出现了问题 我跟世卫拿你试奔 李输康 今天 我就和您和世卫 签订军联状 连城 孙连城其实误会了 他以为李输康说的这些大话是真心的 才一正言辞的说 跟您跟世卫签订军令状 潜台词是 将来会一心一意的为人民服务 绝不会像定阵那样成为腐败分子 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 结果李输康尴尬一笑 难道是他的演技太好了 才被孙连城误解 其实李输康要的是投名状 并非真正的军令状 所谓投名状 当时加入非法团体时表示忠心的保证书 贬义居多 而军令状目的是加强指挥官的责任感 确保战斗胜利而写下的保证书 当然是保义 李达康是需要一位负责任的指挥官吗 不需要 他就是荆州市的指挥官 而且仅此一位 但他又不敢明说要孙连城干什么 所以欲言又止 弄得还挺尴尬 李达康的本意根本就不是提拔 是想把他培养成第二个定义针 不过话不能说的太直白 要一点点的胃 就跟温水煮青蛙似的 那你要是再不明白 就不配做这个官 所以那些大领导们才强调 做官别管有没有能力 情商必须放在第一位 说白了就是不想跟傻子对话 可现在看来李达康想要的投名状 被孙连城理解成了军令状 不禁尴尬一笑 李达康估计这时候就琢磨 是不是说的太隐晦了 也可能会觉得孙连城并不像丁一生那么会上道 那干脆就明说了吧 接下来就是李达康真正又让孙连城 也就象征着又将这颗雷扔给他 你把他打进政府征地的费用当中去 只怕山水集团不认账啊 那个高晓芹一直很强硬 找个认账的公司拍卖那块地啊 李书记这个丁一真主政的时候 以光明区的名义和山水集团签过合同 你也知道像山水集团这种情况也不止他意见 孙连城啊 你现在是新上任的总指挥啊 你把那些不合格不合法的行贿受贿形成的东西全部推翻 重新来呀 这个 孙连城为什么迟疑就是因为现在丁一真没抓到 还是之前说的没有确凿证据之前 政府之前的许诺都是有法律效应的 那些卖掉的地暂时都是合法的 即使丁一真有贪腐问题程序还要一步步的走 那在此之前这些以政府名义卖掉的地都不算违规 现在李达康又让孙连城推翻重新卖 就相当于一块地卖两遍 这就不合法 到这时候孙连城终于算缓过神来了 李达康为了政绩真是什么都敢干 但他精明的是这些隐晦的坑他自己不踩 而是让手下的人去做 真是够阴险的 孙连城露出迟疑不敢接话 可看着李达康的眼神又不能不表态 那最好的回答就是 我明白 好了重头戏就要来了 李达康以为自己已经点的够透着了 孙连城不可能还不明白 孙连城呢也说了明白 但没距离说对于二次卖地这件事我明白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看孙连城是怎么明白的 大家细心点就会发现 从这时候开始 孙连城的智慧和做事风格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本来挺聪明的一个人 突然就跟个傻子似的 李达康答应下来的那块心地根本就不存在 正细不合陈延石来家里要 孙连城就只有一个字 拖 能拖到什么时候就拖到什么时候 陈延石代表的杀热金 他很清楚 李达康作为领导学了承诺 也不敢违背 就相当于两边都得罪不起 那只能装傻充冷 热情 客气 但一问三不知 不仅仅是在陈延石这边应付 当再次面对李达康的时候 同样也是装糊涂 不就是比演技吗 我也会 孙连城被这么一整心理肯定不爽 让整开窗口没有钱怎么改 就搞了几个小板凳糊弄 当李达康知道后当然会发火 而这恰恰政治训练成要反击的时候 同时告诉李达康 我没你想的那么聪明 你之前教来的事情 我根本就不明白 我那天上信访区干什么去了 李书记 您来视察呀 您那天视察的重要指示 我都记着呢 群众的事无小事对吧 能办的事不能拖 对了 您还特意提了一个事例 就是我去企业教师体制改革的待遇落实 你们落实了吗 李书记 没钱呢 当时我就给您汇报了 你们想办法解决问题了吗 汇报完了就没事了 还有事呢 好好想 李书记 就 就这些吧 要不您再提示我一下 信访大厅接待窗口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信丑康挺好的啊 怎么了 孙恋诚装傻装的很高明 他连整开窗口的小事都听不明白 那之前李达康跟他说的二次卖地的事 就更不明白了 这就在告诉李达康 你看错人了 我没定一针那么能干 也没他那么聪明 这就是孙恋诚为什么突然对李达康 转变态度的原因 不明白是吧 他这么气李达康 就算是把即将背在他身上的锅 给甩掉了 我们把两件事联系起来看 就会一目撩然 李达康 我明白 李达康 这个我明白 李达康 我明白 不明白是吧 我明天接着去 你继续向我汇报工作 你一定会明白 你哪天不明白我哪天去 李达康 是不是信访窗口太小了 哎呀 李达康 对不起啊 这是真没无道啊 是没无道还不想干 你给我说一通话 真是没无道 你看您的指示我能不办吗 孙恋诚是拿整改窗口这件小事 把让他背锅的 二十卖地的这件大事给推掉了 这就把李达康弄得很无语 原来自己选中的人是个傻子 废物一个 这时候妻子说 别这样对待领导 工作上用点心 听听孙恋诚是怎么说的 那接下来就分析下 孙恋诚到底是不是个好官 我们都知道 如果一个没有背景 没有靠山的公务员 在现实中能从基层干到政科 那就顶天了 除非有非常重大的政绩 和优秀到靠间的官品 否则政科就能干到退休 我这说的都保守了 真实的情况是 大部分公务员 中期一生都只是客员 那孙区长如果真能做到 不贪不战 不拉帮结派 还能爬到副厅的这个位置 那简直是楷模一般的人物 他必须要有拿得出来的成果 和业绩才行 况且还是在汉东省 这么复杂的政治环境下 当初讨论医学习的时候 他们开会不都说了吗 不跑不送 原地不动 又跑又送 才能提拔重用 而孙联城现在的处境 跟医学习其实是一样的 同样是在原位置干了十几年 只不过人家医学习命号 被三个金看中 而孙联城以为李达康 也是他的伯乐 结果却是让他背锅 如果这样对比 肯定有小伙伴有疑问 孙联城能和医学习相提并论 人家医学习是什么样的政治人品 孙联城即使优秀 也比不上吧 我个人的理解 他们两个在围观品德上 可以平分求色 为什么这么说 听我简单分析一下 当初医学习在吕州严控环保问题 给赵锐龙和三水集团造成了不少阻碍 为此赵大公子还骂他是一根筋 活该生不上去 如果医学习是个八面玲珑 懂得变通的话 那他认吕州主官的这些年 肯定能让人抓到把柄 哪怕是吃过他们一顿饭 也能被大做文章 就跟洪亮平当初去三水集团 不敢喝他们的茅台 不敢吃鲍鱼 是一个意思 那现在我们来看孙廉成 他自从任命光明区项目总指挥之后 也是一人把腐败这一关绝不放松 必须依法办事 同样的也让赵锐龙非常难受 我最后跟你说一次 我可不是丁一真 孙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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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是真的让这个新来的宗旨 回孙廉成给伴住了 这孙廉成不是丁一真 他不收礼 不吃请的 而且还不办事 直接送钱 送股份 我还就不信了 这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这个孙廉成这个人 你是不知道啊 你就真舍得孩子 也套不着狼 没准还为了白眼了 如果说孙廉成是那种 得过且过的干部 精凑的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那作为赵锐龙这边太好办了 孙廉成当官几十年 就没有一件开绿灯的事吗 随便找出一件 就能抓到把柄 逼着他就范 可偏偏他和医学系一样 什么都抓不到 还有当区里没钱 李达康让修改窗口的时候 孙廉成并没有像李达康那样 责令让信访局的局长改 而是射身处地的 为对方着想 为此还亲力亲为下市场调研 哪有一点傅廷级的样子 由此可以看出 孙廉成在此之前 同样是有原则有党性 而且是有头脑 能干出政绩的好官 可惜是他的命不好 被分配掉了李达康这条线上 而李达康又是只会 爱惜自己羽毛 不管他人死活的领导 甚至是可以拼借他是 一将功成万国库 所以他才会摆烂 装傻充愣一坨再坨 其实只要看清了这一点 别管换谁都没办法 要不然就跟丁一真一样 落了个身败名利 还客死他乡 没人收尸的凄惨下场 那你要问 孙廉成面对这样的问题 该如何破局呢 我想了三天 感觉基本无解 有李达康在 他必须死 所以孙廉成最后宁愿脱掉官府 也不蹚着浑水 算是最明智的选择 所以到最后 他才愤怒的喊道 你让我们怎么作为 那问题又来了 孙廉成不是一直想要个 屈伟书记的位置吗 如果李达康提拔了孙廉成 给点实惠的甜头 孙廉成会不会就跟李达康 沆瀣一气了呢 想多了 李达康是不会让孙廉成 做屈伟书记的 可能有的小伙伴还没看明白 我再唠叨一遍 孙廉成起诉真心实意的像 拜祷在李达康门下 那如何才能判定 李达康真正接受了孙廉成呢 就是在省委常委的会议上 站出来推荐孙廉成为屈伟书记 因为提拔孙廉成升官 可不是李达康一个人说的算的 得像高月亮推荐齐东伟那样 你首先得是推荐人 也就相当于担保人 可一旦成了这个担保人 他出事你要负责的 就跟刚开始的丁宇珍一样 他是屈伟书记 做事总打的李达康的旗号 其实就是李达康默许的 光明峰项目是他挂帅 丁宇珍执行 查出丁宇珍腐败之后 我们看李达康就很被动 因为谁都知道丁宇珍是李达康的人 所以他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 这是李达康亲口说的 所以说他既然想让孙廉成背锅 就不能提拔他为区委书记 也就是不能让他成为像丁宇珍那样的自己人 而是应该用区委书记的位置作为诱饵 让孙廉成乖乖的为他做事 这样看来李达康就能避开所有的风险 即使后面真出事也跟他没有关系 可孙廉成并不傻看出了这一切 但又不能全身而退 索性就不干了 给李达康拍桌子确实很爽 不过这里面也包含了很多委屈和憋屈 真是不甘心 要说李达康怎么那么坏 非得逼着孙廉成辞职 那倒还不至于 可偏偏这个未整改的窗口 又被沙瑞金看到了 李达康必须要拿出有力的对策 撇清这件事跟自己没关系 才让孙廉成记棋 现场拍下视频给沙瑞金看 不也是在作秀吗 启东伟和高月亮早就看透了 他做的这一系列事情 可以说是大有深意 你想想看他是做给谁看 他是做给瑞金书记看的 也是给老百姓看嘛 要路时间影响这么大 如果不处理好 对上对下都没法交代 虽然从关小人为言轻 没有靠山也没人替他说话 斗肯定是斗不过的 干脆潇洒一点吧 老子不玩了 你应该退党 李达康 我等着你开除我的党籍 总结下吧 孙廉成这个人物在剧中不仅仅是搞笑担当 从分析来看 编剧也是在借此人物抨击和讽刺真实的官场现状 在现场中 有理想又报复的公务员可太多了 可这些人努力干了一辈子 终究也就是个客员 想凭借个人能力往上爬 简直难如登天 即使像医学席这样的好干部 没有杀瑞金 他也只能永远待在那个位置 有人会说即使不得志 也应该像医学席这样坚守底线 终究会迎来光明的那天 可是像医学席那么幸运的能有几个 而被埋没的孙廉成可是堕如牛毛 现实中我们渴望成为医学席 这样的人可绝大多数都活成了孙廉成 最后引用齐东伟的这句话 结束本期视频 也能解释为什么孙廉成最后说的这句 你让我们怎么作为 我没办法呀 很多时候我知道有些事情不合理不合法 但是上面指名道姓让你去办 我不能不听话 你要是不听话 那人家就可以立刻换一个听话的人 来取代你的位置 等到追责的时候 承担还得需要我来